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同穿一条裤子 同甘不共苦 今天邀请到一位青年才俊 来参加我们这个单元 也算是一位非常酷的酷哥 酷哥 这年头英雄出少年 这位了不起吸引的好歌唱了吧 对对对 这个叫做欲不着不成器 这位很难得一生出来 就是一块欲磨过了 这就不简单 这了不起 先介绍这位酷哥出场 来 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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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妆 妥 妥 妥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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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性质是什么 您一直没事找这么麻烦的性质 没有因为我的家族的问题 因为家族远从东北来 那我也没有办法 是 听说东北有个妥妥妥 在东北那算土匪了 土家庄在东北是行侠仗义的 那是拔刀相助 那个时候我听说杰富济贫 属于大刀队的 对对对对 他们经常就是打家劫舍 刁皮不拉草绝不放过了 就兴奋 有这么一说吗 有有有 您说了就算了 对不对 你跟哥哥的个性有什么样不同 他比较古板一点 在这个时代古板的人 比较受欢迎的还是比较开朗的人受欢迎 古板的人做事比较有原则 一板一眼 那我是比较现代化一点 所以我做事比较圆滑 一个比较尖炸 那以成就来讲 我觉得古板的人还是比较厉害 是圆滑的人在最后 你看那个滚雪球越滚越大 最后还是讲到自己好就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古板的人最后终于就是固步自封 这我没讲 董华他讲 最后这个变化终于得到自闭症 朋友在向亚塔里面 对对对 脑筋发达四肢萎缩 最近哥哥需要救助吧 没有哥哥最近在西安拍戏 对在拍戏 个人头上一片天的 对对对 杰伦哥您带了几位打手来了 我带了三位我的好朋友 一一介绍一下 好吧 首先 欢迎 我们从年纪大了开始讲 首先我们介绍 马兆俊 马兆俊先生 马兆俊 赵哥 许久不见 出来的时候还表现体态很轻盈那样 最近你身体瘦多了嘛 瘦多了瘦多了 瘦了很多的 来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您跟这个 妥中康的关系是 关系是 我是他唱片制作人 哎呦 马兆俊当过很多歌星的制作人 马兆俊也是一位才子 不敢 真的 对 这个歌坛上面呢 这个有才华的人 能做编曲写词 当制作人 人才不多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歌坛上是 少不了你这一名大将 谢谢 希望今后能好自为之 是是是 游到是 温海如边 回头下 只要你能潜心的 有向善 放下屠刀 立地成果 是是是 希望今后 本着这个社会大众 与同事对你的爱护 是是是 你能够更能够发挥 自己的传长才 我一定 在音乐工作室 为我们歌星 为我们同仁 对不对 我好好做一个 这个 这个榜样 做青年朋友的表帅 鼓励一下 谢谢 给他鼓励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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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介绍的是 第三位介绍就是美女 是我的同班同学 她叫做王晶晶 王晶晶小姐 王晶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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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你来了 谢谢 跟陀中看是好朋友 同班同学 同班啊 同班四年 真的 对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没有他那个时候不太讲话 那个时候 因为我在班上比较皮啊 他很怕我 他觉得 哀哒哒 他每次都装那种 受不了的苦的样子 哦 那今天只有他们三位了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 我们节目厉害就是 能千变万话就是 对 这位是 还一位是 就是我同学里面来讲是 现在为止算成就很高的 哦 曾经在今年呢 录选了一个某某奖 一个某某的一个 单位的一个 男人 入围巾嘛 叫做 邵溪 邵溪 欢迎 各位 往這邊這樣 這也是看著也是受不了的酷那種 你好 你好 紹興 你好 這個紹興呢 是我們這個浙江省的一個 啊 紹興 紹興就是酒啊 紹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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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立正 當兵的時候立刻就麻煩了 班長 撒西 他就跑出來了 所以我一天起床好多次 這樣子啊 對啊 一天要撒西我就起床 您跟陀中康的關係是 我跟他是三年半的同學 三年半 對 怎麼會有三年半呢 沒有 因為他那個事業發展太大 他本來大為一般嘛 然後事業太做到已經沒有辦法 所以必須跟學校講說我沒有辦法 休學一年 對 因為家境清寒嘛 所以在外面打點工 有一年的時間把家裡面的債務 清理掉以後 繼續入學 這樣子 我以為是校長說這個學生可以提前畢業 神經不錯 好 今天請大家這個互相 勉勵一下 勉勵一下 三位就座 來 就位 請問陀中康在幾歲 獻出了他的初吻 好 來 買了頭鞋 買了頭鞋 不准交頭鞋 趕快鞋 馬上寫 只有三秒鐘 快 我中康 好 這個年代大概很久了 他已經想不起來了 好 大概是六七歲的時候 有標準答案已經出來了 馬上去 馬上去 馬上去幾歲 15歲 15歲 王晶晶寫的是 15歲 25歲 什麼 標準答案 16歲 你們這些是什麼朋友 一點交情不明 你有一個寫對嗎 不是那個 初吻並不代表說 舌頭伸進去的才能 哇賽 哇賽 大哥已經開了 請稍微敘述一下 16歲那一年的初吻 喔 其實啊 其實那個時候怎麼學的呢 學就是看電影嘛 看電影就是看男女主角發展到最後一定要 沒有這樣好像覺得他不愛我不愛他 那只有啦 就 我們 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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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接吻完以後的感覺是什麼 覺得很快 他很害羞啊 我覺得得逞 哈哈 就讓我想起來 沛玉清小時候的初吻 沛玉清的初吻是絕來的 也是大概高高高中的時候吧 跟著女生約在好像公園裡面見面 兩個人聊天聊得很乾淨 不知道該怎麼辦說 我們來接吻吧 那女孩就說 好啊 然後嘴巴一過去 兩個人嘴巴一接 兩秒鐘以後 兩個人一起叫 噗 這是真正的事情 哎呦 兩個人 誰說 你出發 這是他最遠的 差最遠的要發 差最遠的25是25 喔 嗯 聽講他 有時候 有時候的馬達會突起 但是是這樣子啊 可以用秘密交換 我有秘密 哎 我有秘密 好來交換 我有很多的秘密 啊 不賴不賴不賴 我們大家都知道啊 同行以酷啊 文明全神啊 甚至文明全世界 全世界 那是胡說的吧 文明全神啊 那學校的時候啊 他在那時候 我們當作是風紀鼓掌 那一般在上課 大家時間都是 正常上課 那那天上課 大家很活潑啊 都很吵 那同行一個人 他在管理次序 他管理次序都是閉了眼睛 在管理次序啊 哎呦 那就是還睡覺啊 那天我們大家在上課 後來呢 就很吵 老師說不要吵 但是叫不動 那同行突然 不要吵 不要吵 老師 請繼續 這就是同行 真的有意思 沒有 因為我以前在學校 在學校那時候 我怎麼講 沒有 哇賽 因為那時候我 他們太吵了啊 那我受不了啊 那我又分風紀鼓掌 那時候我本來想說 啊大同學 不要這麼 吵得我受不了 拍一下 拍一下 大家看我就好 我不用再大叫 不要吵 不要吵 老師上課 哎呦 哎呦 真的是這樣子 對啊 老師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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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也被嚇到了 老師也被嚇到了 老師是氣的 這個秘密可以嗎 可以 通過通過通過 好 如果有葉姊妹 公哲李慧 周美宜 關之林 四位呢 火中康會選哪一位 作為他的終身伴侶 好來來來 趕快寫 埋著頭寫 大家不要受左右了 不要受觀眾左右 哎 來你出來了 稍先來看別人的 好 馬趙俊寫的是 公哲 公哲 因為那個 理會那兩個字要怎麼寫 公哲 所以你會 日本女孩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會 適合公哲李慧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小康呢 會喜歡呢 外表看起來呢 非常的妖艷 而且很感的那種 很感的這樣 其實內心呢 是非常典雅這種 哦 你怎麼知道公哲李慧內心典雅 哎 哎 直接 被吐了 好 那王晶晶的是什麼名字 關之靈 關之靈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關之靈眼睛很漂亮 我覺得圖東康的眼睛很漂亮 他應該喜歡眼睛很漂亮的女孩子 這樣子 那你 您覺得 您覺得你的眼睛怎麼樣 啊我的眼睛不夠大 這樣子啊 對 那邵欣寫的是 我選擇跟那個 王晶晶選擇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理由跟他也是一樣的 哦 嗯 如果我選我也會選公哲李慧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人赤裸裸的一個漢子 哈哈 他這個人他喜歡 直接是看赤裸裸的 哈哈哈哈 很了解 但是 關小姐 哎 兩個位答對了 嗨 來 多功能專利奇艷 奇 怎麼樣 行不行 奇艷奇劇 高級潤孵魯裔 個人藝術沙龍罩 田園風格少女扶持 哎呦 兩個人可以啊 兩個人可以啊 好 馬上去要罰一下 還是你有秘密要交換 不我不做不做傷害別人的事 好那就罰了 來轉 那這樣罰了 他已經 為人私表 烏比雞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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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很有幫助 可以幫助你減肥 保證你交換秘密 我看還是交換好了 交換好了 我有這邊有秘密 你有秘密 我有秘密 這樣我們做朋友一定要這樣子 好的 最佳損友一下這樣 OK 是不是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還是講秘密比較好 好 那我就再一次犧牲一下 謝謝謝謝 這個秘密呢是民國七十八 這秘密也是在學生的時候 發生一件非常大的秘密 也是烘洞我們全校 烘臨彎道叫 烘臨彎道叫 烘臨彎道 烘臨彎道 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就是在 我們在學校 大家都知道醫務所 我們生病的都會找醫 我們那是叫医官 叫医官伯伯 他叫医官伯伯 大家看病 結果頭痛剛他跑去看病 他看的不是一般人生的病 不要我們感冒 發燒頭痛 或者是那種病 但是他看的不是一種 他看的是很奇怪一種病 什麼病 他跟医官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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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官伯伯 医官伯伯 好難過 我臉帥的發痛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像 這是頭痛上生的這種病 帥的發痛 在國中康 神 神經病 這是神經病的 神經病的 精神病 你真的也去這樣子跟医官講 因為我們医官年紀蠻老的 那另外一個年輕医官很好笑 很乖 那我上課無聊 稍息走 我們去看病 老實說我生病 然後他就扶我去 那去又不能不去 去我就 好啦就逗他一起來 醫生醫生我不行 我臉不行 你臉怎麼了 好痛 怎麼樣 帥的痛 你有沒有 這家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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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謝謝 為什麼會選關之靈 那誰解釋一下 關之靈 因為 他 樣子 我覺得很好啊 那 是我 滿欣賞的內型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追他 要怎麼樣追 大家平常都 又不能 又不常碰到一起怎麼辦 要追他 除非我跟他一起拍戲啊 哦 如果 當然那是拍戲當然有可能 如果沒有拍戲的機會 我們再請邵夕說 他可能會怎麼樣去追求這個女孩 郭忠康如果要追求這個女孩子呢 所以給 比一般人是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就是 我要追你 我一定要追到你 三天之內 他閃了 還有真的這樣 那三天之內 三天以後 就 也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發生那個事情 也沒有發生那個事情 哦 是屬於這樣子 是這樣子 這也是 不是講講先過癮嗎 對 就是過癮 這個要問王靖靖靖 你還是通常聽到這種追求法會 有什麼想法 要看他對他有沒有意思啊 如果對他有意思 心裡會很高興啊 可是看他既然沒有表現的話 就覺得這個男的很討厭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肯定 駝中康是追不到關志玲的 哦 那我們就生了一口氣 好 又來了 請問駝中康現在身上有多少錢 拜託一下 哈哈 好 大概用猜的啊 在口中看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 你還能摸嗎 呦 還帶了不少了哈 嘿嘿 好 把牌子拿起來 好 馬趙俊是 三千塊 啊 那那個誰 王靖靖呢 三千兩百 三千兩百塊 趙俊寫一百三十八塊 一百三十八塊 對 這是最多的一次 這是我認識他三年 三年由此以來 我第一次看他帶最多錢的只有這一次 我相信他最多的今天只有帶一百三十八 對 那王靖靖呢 您是憑什麼說他三千兩百塊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人平常蠻慷慨的 而且蠻愛面子的 所以他不可能帶太少錢出門 對 他有這麼帥的外型 那您三千塊跟他意思差不多 不是 我跟他講的完全是兩回事 哦 是他剛剛跟他借你 三千塊請問要怎麼大方的起來 哈哈 相反 他其實蠻節儉的一個 嗯 然後跟朋友出去呢 都是非常清清楚楚這樣一個人 絕對不會把人家拼啊 親親自主的是 就是說親自主的是 怕怕 勾搭一百 哦 勾搭一百 很好很好 啊 沒錢 不好意思啊 今天沒錢 一塊都沒 那你怎麼回家呢 那你等一下怎麼回家呢 一塊零錢啊 反正我有開車 而且我剛剛是因為去打球 打球那我就想說打球不需要慷慨 打球 我來我買五個 我買十個球幹嘛 對啊 那我就沒有帶錢 而且來錄影的話 還有便當可以吃嘛 嗯 這裡面最接近的是邵熙 是 來 鼓勵鼓勵邵熙 謝謝謝謝 好 邵熙要送他 對不起 要送了 送高級男士內衣高級電話 好不好 好 謝謝謝謝 今天非常難得了 馬兆俊拿不到前面來的話 馬兆俊呢 一個獎品都沒得到 是不是啊 我們只好送他一個過年一個鳳梨 百頭獎 好 謝謝謝謝 旺喔 謝謝謝謝 送他一個鳳梨跟椰子 欸 好不好 最近最近 有再度加入我們的行為 我們主持 他呢 像這個鳳梨一樣的翁來 嗯 那這個我們請小台幫我們講個吉祥方 像椰子一樣聽大張 不是不是 像椰子一樣 他的椰子水全員不斷 他的創作全員不斷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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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棒了 謝謝謝謝謝謝 他們幾位朋友的結構 讓我們大家非常的羨慕 嗯 小時候的同學能夠這樣 在社會裡面又可以當同事啊 對 這評價講非常難得 對 真的又能夠碰到馬趙勳這樣的好的製作人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讓我們想好 鐵中康的這個事業能夠扶搖直上 我們深深的祝福他們四位好不好 好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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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休息一下心理心好對不對 笑心壯地球 會